細紙宜新街大小巷弄的排水溝已有大約40年的歷史 年久失修,不但淤泥多,溝蓋也破損 下雨天容易積水引起民怨 在接貨陳情後,21日上午 一元周亞林服務處就邀請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刊 要求改善 走進宜新街20巷,兩側都是傳統公寓 而兩旁的水溝也因為年代久遠 不但溝蓋損壞,溝底更是積了不少淤泥 溝變淺,只要下大雨就容易積淹水 讓地方很困擾 因為我們這個漁心裡 大概20年沒有整頓 那個水溝有的壞掉 而且淤泥都很... 比較水溝蓋什麼都已經比較淺 水溝也淺了 然後下大雨它會淹起來 所以要黎明的反應 所以應該要重新整理一下 這邊的排水溝呢 大概失作有40年以上的歷史了 所以因為年久失修 而且很多雜物都會到這個溝底 每紅大雨的時候呢 都會淹水 還有我們的水溝蓋呢 也破破爛爛了 所以呢這個對行人呢 也有危險 21號上午11元中20服務處 就邀請里長及公所連員到現場會刊 里長指著轉角處說 整個溝蓋都下線 下雨天就會積水 只見沿線很多溝蓋上頭都長滿青苔 而類似的狀況 包括了整個移心街四條巷弄 只是礙於經費有限 無法一次改善完成 本來是希望說一併可以全部全清整理啦 但是因為經費公所經費的問題 分斷式啦 這樣也可以啦 因為預算的關係 我們分斷來做 把10項20項30項40項的所有的水溝呢 來改善失作 包括水溝清淤還有溝蓋都要整個做整理 在公所經費有限的情況下 將分斷逐步改善 九成慧林希致採訪報導